天章院堵基从洛尔岛出驾到江户城 这段漫长的旅程究竟是采取什么路线呢 萨摩金河泉是堵基父亲的领地 搭乘观光列车去一探究竟 你知道天章院牧所所在的上野宽永寺 是当年江户城东北方的风水宝地吗 各位公游大家好 我是旅行长龚头坚 之前在天章院与老佛爷的影片当中 我有请各位在下方留言 只要超过一百折 就另外再做一部存以磁吸跟堵基相关的旅游景点的影片 感谢热烈回响 虽然我是没有仔细算啦 但是就当作超过一百折了 所以我就整理了跟两个人相关的旅行经验 结果发现一集还讲不完 所以做成两集 堵基之旅一集 磁吸之旅一集 真的是诚意满满 那本集就让我们先从堵基开始吧 关于加入会员的费用跟细节呢 其实我们已经悄悄开启了会员的功能 那你点进来的话就会看到一些内容 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公投 鼓励我去做更多更多元的这些影片的内容 我也现在在这边感谢大家 毫无疑问 如果要从事一趟以堵基为主题的旅行 目的地必然就是它的出生地 鹿尔岛 鹿尔岛可以说是日本本土最南端的大城市 我也是一直到晚近 也就是2018年的时候才第一次去 那一年的NHK大和剧播的是西香店 Sekodong 也是跟洛岛有关的西香龙盛的故事 而片中也再度出现堵基 是由北川景子来饰演的 我也说过每年的大和剧 其实都是推广地方观光的好时机 作为不管是本国或者是国外的旅客 在那一年来到也有机会看到各种的主题展览 从台湾要前往鹿尔岛有两个方式 一种就是搭乘飞机抵达鹿尔岛空港 疫情之前华航就直飞的航班 我查了一下似乎6月份会重新开航 鹿尔岛空港到市区车程大约50分钟 机场的80站就在鹿尔岛中央翼的对面 相当的方便 另外一个方式当然就是搭乘新干线前往 说个题外话 九州新干线从博多到鹿尔岛的中央 是在2011年全线开通 当时制作的广告影片反映了沿线民众的热情 无论看多少次都还是觉得相当的感动 而我是从熊本搭乘到鹿尔岛 抵达车站就可以看到西香店的大广告 以及剧中角色的人形立牌迎接着旅客 其中就包括赌基 赌基本家的封地虽然是在更南边的金河泉 但它其实出生在鹿尔岛 在目前的市区北边的三行乌书库 还留有金河泉岛金乌夫基地 赌基诞生地的说明牌 但如果想要看与它有关的展示 最方便的方式就是前往距离 鹿尔岛中央翼不远的嘉制乌丁 这也是许多萨摩凡出生的明治开国元勋 包括西香龙圣跟大九宝利通诞生的街丁 因此设有一间鹿尔岛市维新故乡馆 这座小小的博物馆是在1994年就已经成立 2006年翻新增设赌基的展示区 隔两年赌基大和剧波影的时候 曾经缔造开馆以来最高的访客记录 之前我们在聊到木莫历史的时候 都曾经介绍过它 有不少跟木莫历史相关的展览 但是如果聚焦在赌基的专区 最令人注目的就是他当年出价时所穿的服饰 以及嫁装所布置成的赌基居室 我不太确定这些是否是当时拍戏的道具 但剧中龚崎奎的造型算是相当真实还原了实物 对我而言最有兴趣的是他当时出价的路线图 因为你很难想象当年要从鹿尔岛到江户 那真是一段千里迢迢的路程 在路线图上面标示出了红色跟蓝色两条路线 红色是搭船直接到大阪上岸 这个是公伟登梅史的小说中写的路线 但实际上根据考证 他全程都是采取蓝色的鹿鹿 8月21号出发 9月29号抵达京都的福建 拜访收他作为养女的敬畏家 还有参议东福寺等等 10月6号从京都出发 10月29才终于抵达江户 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都必须跪坐在小小的轿子当中 可想而知是非常的辛苦 作家可能也是出自彻影之心 才将前段改成了海路吧 另外在后半段 小说中写的是行经中山道 但实际走的是东海道 之前聊到餐秦交代的时候 曾经提到东海道要经过许多河川的下游 很容易暴涨 但看起来赌机路过的时候 已经是秋季沿路相对的顺利 无论是队伍模型或者是地图 对于喜爱旅行的人看着想象沿途的景观 都是十分有意思的 其实从龙马到赌机 还有许多服饰会的画家 都走过东海道与中山道 我也真的好想去走一趟 即使不是全程步行 用电车搭配走路 也能体会他们当年旅途中所见的人文地景吧 而对于喜爱历史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馆中展示的一份 天章院书汉的手抄本 是他在木末最后时期写给官军队长的书信 真情呼唤 所以人们才会说江户无血开城 除了西乡龙圣跟圣海州代表双方谈判的诚意之外 天章院以及靖宽院也发挥了各自的影响力吧 在洛岛市区 如果要说跟赌鸡直接有关的景点虽然不多 但如果说到影响或者造就他生涯很重要的一个人 那就不得不说到当时的大魔凡族岛金骑兵 岛金骑兵辈分上是赌鸡的堂哥 名分上是他的养父 因为要透过这层收养关系 才能够门当户对的嫁入将军家 很多旅客到洛尔岛会去参观世界遗产先延园 那便是岛金本家的私人别底跟庭园 其中便有展示骑兵所建立的集成馆事业之上古集成馆 但除了先延园 其实在市区还有一处可以参观 那就是赵国神社 由于骑兵堪称是木末最有远见的诸侯 引进并且推动了许多现代化的进程 同时与京都的公家关系也都非常的良好 英年早逝之后就被赠予赵国大名神的神号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 而这个赵国也有一种为懵懂中的国家 带来文明之光的意象 或许也因为明治元勋有许多是他曾经的属下 所以在明治元年1864年建立了赵国神社 成为洛尔岛的总侍神 这里还有一个小知识 萨摩凡当时建造了西洋式的帆船 升平丸 为了跟其他的国家的船舰来做区分 骑兵就提议应该用代表太阳神天照大神 以及日出之国的日章旗 作为各凡对外的总传印 而之后他也就成为了日本的正式国旗 赵国神社距离光客喜爱的闹区 天文馆通不远 步行大约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 除了神社该有的架构之外 还设有一间赵国文库资料馆 除了岛金家历代的文物 当然也有作为骑兵公鸡代表的集成馆试验模型 以及影片的展示 同时由于赌鸡的知名度 特别增设骑兵公鸡的企划展 虽然内容不多 但是如果作为史鸡巡礼 以及鹿尔岛市代表的神社参访 还是可以去走走的 好 虽然说赌鸡出身跟居住 大半是在鹿尔岛市区 但是我们在看大河剧的时候 常常可以看到鹿尔岛湾的阳光跟海景 而既然都已经来到这里 又何妨顺便到他父亲岛金中钢的领地 去体会一下当地的风土呢 萨摩金河泉是位于前往萨摩半岛 最南端的度假地区指数的途中 非常小的一个站 当地还留有金河泉岛金家别底基 以及赌基因缘之地的小铜像 但看起来是一个寂寞的小渔港 要前往指数可以从鹿尔岛中央翼 搭乘指数整齐线电车 根据车种的不同 全程大约在55到75分钟左右 但由于一半以上是沿着海岸线的行驶 天气好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舒展身心的行程 值得注意的是 它有一款被昵称为 Iputama指数之御首相观光列车 每天有三班的来回 我当时去就是搭乘一班电车南下 然后提前预约购买以Putama北上 根据JR九州网站上的介绍 曾坐以萨摩半岛广为流传的龙宫传说 为主题设计的列车 从洛岛中央向指数方向前进 以大胆采用黑白双色的外观 和宽敞舒适的沙发作息为特征 因为是浦岛太郎的御首相 以乘车时飘出白色青烟为靴头的特殊设计 非常引人注目 我当时就很感慨 在如此南边的地方 竟然也有这班地方特色的观光列车 你大概可以想象 如果从芳辽到恒春 有一条电车路线 就可以比照办理 那到了指数之后要做什么呢 一般如果参加旅行团 或者时间比较充裕 会安排去做鲨鱼 我也不太确定 赌鸡到底有没有做过鲨鱼 但如果时间有限 又不想大费周章 当地做观光推广的朋友 就推荐我要去看薩摩传承馆 从指数车站搭计程车 大约五六分钟就可以抵达 原来它是当地知名的老字号的 海滨温泉旅馆 白水馆的创业者 两代六十年间 收藏了将近三千件的艺术品 特别盖了一栋美术馆来展示 而建筑的样式则是参照了 京都的平等院凤凰堂 展现日本传统建筑的美学 同时表现光 水 阴 香 风等五感 无论是馆外的环境和馆内的收藏 都非常值得造访 而且它还不只有美术馆 人家也设想周到 想说旅客大老远跑来 所以就附设了一家名为 凤凰 菲尼切的义式餐厅 呼应凤凰堂的义项 你可能会觉得 怎么不是日式料理的 但它强调的就是 使用指数当地的食材 烹调的义式料理 午餐的价位大概是 二到三千日元 晚餐则是七千到一万日元 相信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后来我在路尔岛酒鬼巴射行程的时候 就特别安排在这边享用晚餐 或许有人会说 这个跟赌鸡又没有直接关系 说真的 各位朋友 我们历史旅行爱好者 也不全然就是阿宅 对于沿途中的美景美食或艺术 有机会当然也应该多方品尝 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 而如果有机会 在临近的白水馆住宿 悠闲享受它的鲨域跟温泉 相信也是很好的度假方式 当然在离开路尔岛之前 不能不提到 它是日本的烧纣志向 如果来到这里 没有找机会品尝几款 那就有须此行了 在市区许多餐厅或者屋台 几乎都提供许多烧纣的选项 而如果你不知道去哪里找 其实在路尔岛中央议的美食街就有 而如果想要买回饭店品尝 车在内就有烧纣维行馆 还有萨摩烧纣厂等等的卖店 品相非常的丰富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看了好羡慕 OK 那么赌鸡嫁入将军家之后 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生 就是在江户度过 尤其前半段是在江户城的大奥 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当时的江户城在经历了木末的风云之后 德川家就献给了皇室 明治天皇行姓江户 改称东京 也就是现在的皇居 皇居二重桥可能也是很多人早期去东京的时候 行程中必定要安排的景点 坦白说 我自从小时候去过拍照留念之后 就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再去了 不过后来有一些热衷于跑步健身的朋友 会去进行皇居跑步路线 沿着护城河一圈大约是五公里 这还在我可以达成的范围之内 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尝试 虽然很多年没去皇居 但是2019年 由于名人天皇退位 德人天皇继位 年号也由平成改为令和 那大家知道 平成年间是从1989到2019年 30年的期间 相信也是很多人受到日剧 或者是音乐影响的时代 所以我就想 应该要去见证这个跨年的时刻 5月1号也就是令和元年的第一天 约了朋友一起去皇居逛逛 也看看日本人是如何迎接新年号的初日 这也是我近期唯一去皇居的经验了 至于赌基后来成为天章院 47岁的时候因为脑溢血过世 他的墓所位于东京的上野 德川家的菩提寺之一的宽永寺里面 和他早逝的丈夫德川家定合葬 说到这个宽永寺 有些人或许也知道 他跟江户城的风水是有关的 因为古代迁都平安京的时候 镇守京都盆地东北方最大的鬼门 靠的就是比瑞山延历寺 而江户城东北方也有一座较高的小山丘 二代将军德川秀宗就将他赐予了南光芳天海 传到三代将军的嘉光 在此建立宽永寺三号东瑞山 其实正是东方的比瑞山之一 现在人们春天赏阴的上野公园 当年都是宽永寺附地的一部分 可见当时有多么广大 而现在宽永寺只剩下上野公园后方小小的区域 还包括墓园 所以之前也说过 虽然叫做上野宽永寺 但是如果要前往 要从鹰谷翼下车是比较近 沿着指标大约走个十来分钟就可以找到 当年赌机播放之后 想必是有许多人前来寻访 特地写了说明牌 虽然玉林庙内部不公开 但还是可以在赤儿门前面参拜 如果像我一样选择在春天樱花盛开的时候前往 先到上野公园嗓音 再来宽永寺的赌机墓园评调 也算是了了一桩大和剧观众 以及历史旅行者的心愿吧 这一集我们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些 赌机的故乡 还有江户城有关的景点 下一集我们将延伸到完全不同的国度 看看大清帝国的面影 当然也都欢迎各位分享自己的旅行经验 以及对于本集内容的感想 好的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公投兼观点的历史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